而讲到徐晓星 立委徐晓星他揭露了外交部援助乌克兰1000万美元密件内容 透过了第三国捷克民间机构转交 质疑整个资金的流向 外交部现在对徐晓星提告泄密 而资深媒体人何启胜 他今天也揭露了 我国的援助友邦巴拉圭改善当地土著家庭 建造的住房的200万美元的基金 被巴拉圭的现任总统挪用 到修理总统飞机和直升机 何启胜表示 当地媒体报道有指出 这一笔遭挪用到总统私人飞机维收的经费 甚至负责维收飞机的公司 还是巴拉圭前总统奥拉西奥父亲创建的公司 这一笔挪用的外交资金 变相进入了巴拉圭前总统的口袋 另外徐晓星拿着文件 说我国跟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的计划有弊案 这外交部到今天到北检告发 徐晓星涉嫌犯了泄密罪 前立委郑立文就分析了 虽然徐晓星还有用便利贴 把重要的内文给遮住 可是法院如果要判刑仍然是可行的 他也建议新科立委有任何的爆料 都可以请教党团谋定而后动 以免是亏 我们也看到画面里头 他的确用便利贴把他贴起来了 但这个东西就要看他对于法律构成要件的解释 是松还是紧 所以我才会说法官如果真的要判 他是还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你毕竟还是第一个你拿出来了 第二个他的核心内容 他讲了数字 他讲了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跟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 你就是从这个文件里头看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机密 这份文件里头哪个字叫做机密 恐怕不是徐晓星认定的 是政府认定的 所以法院要不要认为说 他有没有成立泄密罪 如果真的要认定他有成立泄密罪的话 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很诚恳的建议 所有的新科立委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都应该先跟党团商量跟讨论 谋定而后动 你可以找党团找律师讨论了之后 然后拟定你的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很急的时效性 说我非要今天不可 对 你把它想清楚了以后 谋定而后动 值不值得打 打到什么样的程度 民进党受伤多 还是国民党受伤多 是吴钊燮受伤多 还是徐晓星受伤多 这个你一定要评估嘛 现在民进党很开心 那他终于 感觉好像我点到了你 某个死穴的感觉嘛 你这个东西 就是不需要去辩解了 然后你在绿营的群众里头 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 也不重要了 因为我一踩 我本来就是人道救援 乌克兰啊 我又不是拿武器弹药过去给他们 就是人道救援 这也没什么错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密件 你把它公布了 这个东西本身 其实外交部是站在 比较强势的理上面的 所以在这个攻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没有讨到很多便宜啦 就让我来说 是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跟他拥有 一段时间 我会想到这个 我会想到这一段时间